原标题 当前世界那些正在闹独立的地区之二十五 加里宁格勒州俄罗斯 上期我们介绍了当今世界上正在闹独立的地区之二十四 弗拉芒和瓦隆比利时 今天我们把目光从欧洲的西欧地区 转向欧洲的东欧地区 来看看当前世界那些正在闹独立的地区之二十五 加里宁格勒州俄罗斯 加里宁格勒州卫星图 俄罗斯这个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其行政区画极其复杂 一共有二十二个自治共和国 四十六个州 九个边疆区 四个自治区 一个自治州 三个联邦直辖市组成 这些性质不同的行政个体 又由于历史 民族 宗教等因素 有很多都有闹独立的倾向 之间我们介绍了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 达吉斯坦等闹独立的地区 加里宁格勒州位置图 今天我们来俄罗斯的一个闹独立的州 加里宁格勒州 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联邦最小的州 面积约1.51万平方千米 人口约94万人 是俄罗斯的一块飞地 西林波罗地海 是俄罗斯重要的出海口之一 陆地上分别和立陶宛和波兰接壤 与俄罗斯本土并不相连 加里宁格勒是地图 在二战之前 加里宁格勒原名为戈尼斯堡 是普鲁市王国省份之一 东普鲁市的首府 很多名人都诞生于此 如戈德巴赫 欧拉 康德党 加里宁格勒面积 这小区蕴藏着大量的琥珀资源 全世界大约90%以上的琥珀均产自于此 截至2010年 从这里开采的琥珀原始总量 高达341吨 被誉为琥珀之都 加里宁格勒州 周边国家分布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德国战败之后 戈尼斯堡与其周边的地区 被当时的苏联并吞 划分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州 在战后的1945年初 有部分德国人 企图返回东普鲁市 但全部都被苏联军队驱逐 也有不少人被发配到苏联当苦工 而当地所有的德式地方名字 都被改成俄式或波兰式 加里宁格勒古破1946年4月 东普鲁市的北部被并入苏联 同年7月 由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的过世 苏联方面为了纪念的 将戈尼斯堡展名为加里宁格勒 同时把周边区域也化归为现今的加里宁格勒州 在1947年 苏联军队下令驱逐所有德国人 同时让俄罗斯人 白俄罗斯人 及乌克兰人迁到此地定居 加里宁格勒城市风光20世纪90年代苏联瓦解 原本的加盟共和国立陶宛 拉托维亚与白俄罗斯纷纷独立 使得加里宁格勒与俄罗斯守斗莫斯科之间 失去了领土上的相连 而变成今日的孤岛状态 由于加里宁格勒与圣彼得保 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仅有的两个不动港 是苏联重要战略地区 冷战时期 苏联将波罗的海舰队总部设在该市 欧盟包围了加里宁格勒州 目前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位置比较尴尬 不仅和本土在空间距离上分开 同时随着2004年 波兰和立陶宛两国加入欧盟 使得加里宁格勒州地区完全被欧盟包围 西方对其的影响力不断地加强 加里宁格勒风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